開會 現在請各位議員同仁 詳約本會第二屆第十次定期大會 第十次會議記錄 各位議員有沒有什麼意見 繼續進行教育部門業務質詢 向大會報告 上午的議程為教育部門業務質詢 現在請第一位發言 蕭勇達議員發言 時間十五分鐘 好感謝主席林以廷議員 各位市府同仁 議會同仁 各位媒體朋友 還有敬愛的市民大家好 主席 時間先暫停 今天我有請熊女的黃秀霞校長來列席 可不可以請黃秀霞 請黃校長進來 熊 黃校長 校長要坐哪裡 是不是讓一個位置給校長坐 坐這裡好了 讓一個位置 你們先到外面休息 校長坐這裡 我沒有要問他 我沒有要問他 他坐那裡沒有用 你們讓個位置給校長坐 你們讓個位置給校長坐 校長請過來第一排 黃秀霞校長 黃校長你請坐 時間開始 黃秀霞校長 二十年前李遠哲院長在做教育改革運動的時候我就參加了 所以那時候我做高雄縣教師會我是創會理事長 但這二十年來的教育改革活動坦白說是失敗的 那失敗的原因就是學者專家的理想經不起現實的摧殘 什麼叫現實的摧殘 大家說不要重視升學主義 不要有民校迷思 但是呢現實的摧殘是什麼呢 是考試主義文憑主義民校一定會存在 那是不是迷思呢 其實不是迷思為什麼呢 譬如說我如果家境不好的人 然後我國中考高中我去念雄中 雄中畢業我又去念台大 我這一輩子大概就沒有問題了 我最少可以找到好的工作有好的出路 所以民校是迷思嘛 第一民校他的學費便宜 只有私立學校的一半 民校呢師資好設備好 因為他教育資源豐富 然後畢業又可以找到好的工作 又有好的待遇 怎麼會是迷思呢 啊所以呢 要正視升學的問題 才有辦法解決教育的問題 所以今天呢我來講教育現場 提升教育品質 建立公平社會 那做法呢就是提供了優質開放課程 改變台灣教育環境 提供優質開放課程 是我這最近呢思考提出來的心得 目前我們這樣 國中呢雖然叫做免事 但是實際呢你要上什麼熊中熊女 前幾名的學校其實都要透過這考試 考國文英語數學社會自然 那目前現場的實務狀況跟那個飯局長報告 目前的國一學生 大概30%就開始補習了 那補習的狀況是這樣 一個禮拜補數學一科要去兩個晚上 那補一科呢要多少錢呢 一個月要三千塊 那你如果是補英語跟數學呢 換句話說呢 一個晚上要四天補習 家長呢一個月要付六千塊 國一開始就是這個樣子 那到高中以後呢這個問題就更嚴重 那換句話說補習有沒有比以前減少呢 完全都沒有 補習班越開越多啊 雖然大學入取率已經百分之九十幾了 大家都可以去念了 但是呢大家還是要去念有用的學校啊 那這我跟各位講這不是迷失啊 這是很理性的選擇 那如何減少讓學生可以快樂學習 讓家長可以減少負擔 就是我要提出來的方法 那開放課程 在前局長的時代 政局長時代有做 高雄市呢 叫做Dr.Go 那因為當初政局長的做法是由上而下 交在學校做 你這個學校就幫我排英文 你就去弄 然後交差了事 做出來的課程 第一 操作不便 你們自己去操作看看 而且進入的時候登入要有學生身份 所以叫做使用力低 然後課程內容缺乏吸引力 這是目前高雄市Dr.Go的自主學習的狀況 民間也有人在做 是軍醫教育平台有在做 他比較用使用者的角度去看 使用力稍微高一點 但是因為他畢竟是民間做 他資源較少 不夠普及 他也叫不動比較 比如所謂的民師出來上課 所以目前這個普及度也還不夠 我來談談我的經驗 這個暑假我把憲法的課學完 學完以後我覺得蠻有趣的 也把大法官的四縣文 因為我們會 這本書裡面有憲法 有地方制度法 我們議員問政 有時候會用到大法官四字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因為我們不是學法律的 坦白講 有時候搞不太懂這東西 所以我一個暑假 把台大一年要上的憲法課 念完了 從頭念到尾 還去外面買書回來看 通通都看得懂 然後看完以後台大三年級 四年級有在上大法官四字 我也把它看完 一個暑假也把它看完 因為英雄沒事情 每天看一堂課 一年的課一個暑假就看完 那這個老師呢 這怎麼上呢 很容易上 跟飯局長報告 你要看台大最出名的老師上課 怎麼看你知道嗎 就打台大開放課程 上Google看 你要聽什麼課 聽憲法 你就打台大開放課程 然後憲法就跑出這個畫面 這個老師呢 是台大政治系的叫陳純吻 那我看這個 沒事看這個幹什麼 他在講什麼 中央與地方的分權 比如說我們不是在講 中央 我們議會常常講 中央有多少權力 地方有多少權力 你是軍權關係呢 還是什麼關係呢 他這個有一套學問 然後這個老師呢 很有學問 也有很多 既有實際的學問 也有 實務上他也探討了很多 所以看這個你可以增加很多知識 是既有學術背景的 又有實務經驗 收穫良多呢 我繼續去看呢 這個大法官視線 看這個幹什麼 比如說這堂課呢 叫做言論自由 我們議員呢 常常罵人 也常常被人家罵 到底罵人跟被人家罵 我們常常到法院去告嘛 言論自由呢 範圍到底到哪裡呢 除了檢察官可以判 還有法官可以判 判完了以後呢 如果有爭議呢 法律有爭議呢 這個就要送了大法官視線 那這堂課這個人是誰呢 這個人叫許忠麗 就是現在司法院的院長 換句話說呢 你只要打台大開放課程 上Google去打 然後打什麼呢 打大法官視線 跑出來就是這個人 許忠麗會上課給你聽 會上課給你聽 講言論自由的尺度到哪裡 然後你到外面去買一本書回來看 就可以看得懂 那許忠麗上課 他有一定的學問 那上課你如果聽不懂怎麼辦呢 比如說有一段聽不懂怎麼辦呢 電腦聽不懂怎麼辦 那許忠麗會重新講一次給你聽 為什麼呢 因為你按Play重新講 他就講給你聽了 換句話說呢 各位 我們再回想到教育現場 譬如說以現在的國中生來講好了 我在學校一節課上了五十分鐘的數學了 我為了有更好的數學程度呢 家長呢一個月要多花三千塊 讓我重新再去學數學 這是多沒效率的學習你知道嗎 我這五十分鐘可能裡面我只有十分鐘聽不懂而已啊 我哪需要到補習班去 重頭呢 重再聽一次 重頭聽一次這會有什麼結果 第一增加我學生的負擔 我在學校已經上了一天的課了 晚上還要再去上課 上課以後呢 老師講呢 如果我聽不懂我可不可以叫 老師 不好意思你重新講一遍 剛剛我沒聽懂 可以這樣嗎 那麼多學生你怎麼可以叫老師重講一遍呢 聽不懂呢 去上完課呢 很抱歉啊孩子聽不懂啊 你不能叫老師放慢一點重講一遍給你聽啊 所以既花錢又花時間 學習效率呢不會比較 所以我建議要怎麼做呢 就是讓現在民進黨 中央跟地方都是民進黨之戰 高中考大學是有全國一致性 大家的考題都一樣 其實教育部可以授權 譬如說給高雄市教育局來做 做一個高雄 高雄市教育局 該高中開放課程 那這課程誰來上課呢 從 教育局 高雄市教育局有這個資源 譬如說熊女 是名校 這個名校裡面呢 有一個英文老師呢 是全高雄市大家公認 上英文上的最好的 我請她來上課 我不用跑到熊女去聽 也不用跑到補習班教學去聽 我回家吃完晚飯休息一下 等我精神狀態好的時候再來聽 看我今天哪裡聽不懂我再重新聽一次 所以呢開放建議開放課程目標 她成敗的關鍵是什麼 成敗的關鍵就是 三不再高 有先則名 要有名師啊 那個老師上課要有吸引力 是學生公認這個上的最好的 所以要找尋什麼呢 擅長教學的老師 不是你放在網路 就是目前高雄市大特哥最失敗的地方 找老師來上課 那個老師你聽五分鐘就想關機了 太沒有魅力了 要找會上課的老師才有用 這個問學生就知道誰會上課了 第二教學的內容是什麼呢 正式文憑主義 正式升學主義 所以教兩樣 以升學考試的科目為主 那人靠醫院要去看 他既然要花錢 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學生花錢去上課了 你就乾脆就是上升學考試的科目 教什麼呢 教兩種 一個是讀書怎麼讀 思考怎麼思考 讀書方法 教第二樣 因為要考試 要教什麼呢 考試技巧 因為這個是很多人要去 補習的 花錢去補習的原因 就是要把同學比下來 就是要考試技巧 你就乾脆 你要學讀書方法也要 要學考試技巧也要 我都給你PO在網路上 你都不用花錢去學 所以這個不是在取代學校的教學 學校教學有很多多元的目的 包括人際關係的互動 都是教育的一部分 這個是在取代誰的工人 取代補習班的工人 然後呢 他要達成的目標是什麼 學生有效學習 家長呢 可以負擔減少 教育呢 是讓社會更公平 最好的管道 不管你出生背景是什麼 你即使家境再壞 你只要呢 透過教育 考上好的學校 你就有機會出人頭地 但是學生如果家境不好 沒機會去補習 那說的是公平競爭 其實造成他的障礙 而建立開放課程目標呢 就是讓這個社會更公平 學生呢 可以有效學習 家長呢 可以負擔減少 最好的方法 以上是我的建議 那今天呢 請來高雄市鼎鼎大名的那個 熊女黃秀霞老師 他的外號呢 叫做 雙熊飛翔 他以前呢 是熊中的校長 現在在熊女當校長 請黃校長來評論一下 我剛剛的建議 校長請回答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蕭議員 謝謝在座各位貴賓 還有各位議員 我想蕭議員剛剛關注 有效學習這一件事 我個人表達肯定 那麼蕭議員主張 高中開放課程 那我個人覺得 因為開放課程 的確孩子可以 因為他 學習時間的需要 我學習內容的深淺 然後我的速度 那做一個好好的一個 有效的輔助 那這樣的一個歷程 我個人是樂觀其成的 剛剛他也提到 把一些我們所謂的民師 然後讓他能夠來進行教學 如果能夠有效的一些資源來激發老師這樣的熱情 那我覺得這也是值得肯定的一個做法 非常謝謝 你支持 很肯定 謝謝你 來 對 校長你請坐 你講肯定是對的 因為知不支持是局長在決定的 來 請那個教育局換局長 來回答 來 局長請回答 好 主席蕭議員 今天早上很高興能夠討論這個開放課程的 帶來的教育的改變 其實蕭議員剛剛提到20年教育改革 你認為是只能用失敗來形容 但其實我不同意 我覺得我們在多元智能多元的這個精神上 已經得到一個新的價值 可是教育改革向來是困難的事情 因為社會的價值還停留在過去 尤其是父母他們是受到他們以前學習的經驗所限制 所以他們有看到未來的改變 那你剛剛提到了說 為什麼那些好的學校的學生還要繼續去上補習班 所以在教育改革裡頭 你記得黃武雄老師 他在20年前其實就主張 如果把全國的名師集中起來 然後來拍攝影片 那時候講的是錄影帶 然後讓學生可以自我學習 他說這個學習的效能不是會增加很多嗎 但是我們其實要感謝科技的進步 從美國的可汗學院造成的這個 摩克斯的學習的風潮以來 那全世界都在推動 一個學習叫做翻轉的學習 你可以透過短短的影片 其實你可以反覆的學習 然後在教育局做的事情呢 你知道政局長的時候推動的是 Duck Go 在之前其實還推動了一個微學習 所以教育局有一個微學習的平台 有個Duck Go的平台 然後我們再結合了軍醫平台 但是這些引進的新的這種教學的影片拍攝的方法 製作等等 它必須要根據學生的學習的階段 根據知識數據逐步去完成每個領域的課程 所以這個還是在我們看起來是 還是在繼續摸索跟學習的階段 短短的影片如何能夠找到最好的老師 能夠拍的最好的內容 然後吸引學生 還讓學生可以學得會 然後讓學生可以學不會的部分 他可以回家再反覆的學習 所以我對校園已經上了台大的這個開放課程 真的覺得相當了不起 那一定是最好的老師 最好的課程 那我剛才也跟空中大學的夥伴 還有跟劉校長在討論 我們在講新南向的時候呢 其實對這個新南向的國家所知有限 所以我們希望開一個叫做亞洲視野的一個通識課程 這可能就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好的課程的製作 放在網站上 讓我們的老師 學生 社會都可以去學習 去認識我們的東南亞 那總之我對校園提到的 用這個方式來增加學生的學習的效益 這個是非常的贊同 那教育部是今年開始 他要整個做全國性的整合 你看也有高雄市這麼做的 台北市已完成庫克雲 高雄市做的Doggo 還分享給大概南部台東各個縣市 大概分享了五個縣市 但是怎麼樣集全國之力 做一個最好的一個教育雲呢 大家都可以在上面做學習 這是我們希望教育部能夠快點完成整合 在它完成整合之前 高雄市繼續增進我們的能力 我們的學生可以上Doggo 也可以上軍營平台 但這兩個部分都要登錄是為什麼的 因為它後面是會有一個測驗評量的 就你自己到底學的會了嗎 不是完全像台大的課程 你學完以後你還有疑問 或者你自己有沒有測試呢沒有 可是我們在那個學習的平台 基本上如果用在補救教學 它都會有一個學習評量的過程 第三 接下來我們進行 第二位發言黃淑美議員諮詢 主席 主席 所以我常講說其實輔導教學 比正常的教學來得重要 前不久我們看到市長 市長主持了一個反毒的 那我們看到市長也宣誓 表示要杜絕校園毒品 可見市長已經看到 已經看到毒品進入校園的嚴重性 甚至小英總統 他也下令全面的掃毒 可見毒品侵入校園 真的是危害所有我們國家的幼苗 在前不久的自由時報裡面 就刊登了一個13歲的小女孩 13歲的小女孩 她就因為喝了毒奶茶 所以就被性侵了 一個13歲的小女孩 這哪來的毒奶茶呢 來 我們先來看 到底這些包裝是怎麼樣的包裝 來 局長你看 我們吃的阿華田 在校園裡面就變成是 裡面裝的是毒品 我們吃的小王子 泡麵 還有跳跳糖 還有咖啡包 裡面隱藏的都是毒粉 所以在校園裡面 我們看到的這些東西變成家長 是一種恐懼 這孩子吃到的 裡面不知道到底是什麼東西 因為現在這個販毒呢 它變成用這些美麗的包裝 讓小孩子在不知不覺中 他就吃了 所以呢 根據這個一個調查呢 你知道我們校園裡面 毒品使用者的最低年齡是幾歲嗎 局長你知道嗎 來 局長 局長你知道嗎 可能低於10歲吧 低於10歲 這很可怕的 其實平均是12.5歲 也就是小學的大概四年級 五年級 那這些四五年級的同學 他們大部分都是用什麼樣的毒品 就是拉K 那為什麼他們認為拉K 可以讓他們不會想要睡覺 一般同學問他們為什麼你要拉K 他會告訴你 吃這些人會比較興奮一點 而且呢 他不認為這些是毒品 因為他取得很容易 來 我想問一下 我們這些 我們承辦的到底是誰 毒品的 科長嗎 是 好 那你所了解的 這些毒品的 小孩子 校園毒品 你覺得嚴重性到達哪裡 來 你先說 請科長回答 謝謝議員 謝謝黃議員 我們取得的資料 在高雄市 國小是沒有 國小沒有 國小沒有 國中 國中跟高中 尤其是進修學校是有的 國中比較多還是高中比較多 國中比較多 高中 高中比較多 所以他們用的毒品是 是三級毒品嗎 三級毒品是 Ketamine 大概占86%點多 都是Ketamine 幾乎是九成都是拉K 對 那為什麼他們要吃這種 拉K 這種東西 就成如議員所講的 拉K取得容易 而且 非常便宜 是便宜嗎 便宜 非常便宜 大概一克四五十塊就可以 一克四五十塊 一克四五百塊 他可以分成十支來拉K 所以說一支大概四五十塊就可以取得 所以說對孩子很容易拿到 而且法律的規定 他三級毒品 他吸食跟持有並不犯罪 只有販售 就是賣給這個會 賣的人才有罪 賣的人才有罪 吸的人是沒有罪 對 所以說是行政法而已 所以說現在我們一直強調 希望把它提升為二級毒品 但是這個一直 政府沒有通過 所以要修法嗎 對 要透過修法 對 但是有一個國中的校長 他講啊 他說如果 如果修法把這個列為二級的 就是要勒令 勒戒嘛 是不是 要勒戒嘛 好 這個校長就說 那我看 幾乎啊 每個學校都有三分之一的人 都要勒戒了 這樣有嚴重嗎 很嚴重 一個校長他這樣說 他說如果要勒戒的話 我看幾乎 這個學校裡面就有三分之一的 小孩要去勒戒 幾乎學校 三分之一的人都跑了 這樣有生學校嗎 所以你看毒品嚴不嚴重 真的很嚴重 那如果修法變成這樣 反而對學校到底好不好 然後現在又變成說 學校會不會就因為這樣 不敢去通報 哦有這個現象哦 就是說我們來看一個數據哦 來 這個是警察局給我們的數據 課長你看哦 這個警察局給我們的數據哦 國中 就如你說的 國小裡面沒有案例 國中 高中 好然後 這是警察局的 來我們再看 教育局給的資料 局長 這個資料哦 警察局給的 跟教育局給的 是不一樣的資料 是不一樣的 確實哦 因為我剛剛也跟議員 還有新興市主任 討論這個問題 其實每一次呈現的資料 都不一樣 是 因為教育局能夠呈現的是 教育局所屬學校 是 其實整個大高雄 還有國立的學校 國立的高中職 所以可能涵蓋在內 所以兩邊是不一樣的 是好 局長你先請坐下哦 這個我剛剛也問了哦 這個警察局呢 就是學校的 應該就是 學校通報給教育局的 但是警察局的管道 不是從你們通報的中 得來的 所以他會比較多一點 他會比較多一點哦 因為這個跟國立學校 跟 是沒有關係 是沒有關係 因為資料都是一樣的 那我問了警察局 為什麼會你們的比較多 他說 因為有的時候 他們是沒有通報給學校 是警察局自己去抓的 自己去發現的 所以 這一點呢 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 是不是有的學校 怕招不到學生 所以就不敢通報了 來 科長有這樣的現象嗎 跟議員報告 應該不會啦 應該不會 因為在高中職 我們有教官 所有的 只要學生爛毀藥物吸 拉K吸毒的 通通要通報 沒有一個 如果不通報 他校長 我們主任教官都要被處分了 所以說這個 現在我接了三年 已經沒有不敢隱匿 那剛才議員講到說 警察局 他的數據會比較多 除了國立學校之外 國立有 我們有大專院校 有國立的高中 還有外縣市的學生 所以他是包括 所以他 所有的學生抓到 他通通會 會把他這個資料 會送到 我們的意思是說 除了高雄市之外的學校 他也把他列進來嗎 是這樣嗎 如果他在高雄市 是被警察抓到 譬如說是 屏東縣 台南市的學生 是屏東的學生 但是他來高雄市拉K 對 一樣是被算在高雄市的裡面 對對對 警察局會把資料給我們 我們就會通報給教育部 讓他們 加以列管輔導 所以這個資料 其實我們在 市政府的資安會報 我們跟警察局 都會 每個月都會做一個 double check 好 那你針對我剛剛講的 譬如說我們剛剛看到的 小王子泡麵 還有這些糖果裡面 就含有毒品 你對這方面 你做了什麼樣的防治 這個我們 最重要的就是教育宣導 其實跟議員報告 只有教育宣導嗎 教育宣導 我們對教師跟學生 尤其是學生 我們特別對這種新興的毒品 讓他們能夠有所知道 然後能夠劇毒 不要再誤死 還是說受同才的影響來 來這個吸食 老師呢 除了要知道之外 也要有辨識的技巧 我們希望說老師 在第一線 現在問題就是 老師根本不知道 這個叫做毒品 有的時候 學生喔 放了一堆 一些白粉在桌子上 其實老師 並不知道 這些叫做毒品 所以跟議員報告 這個我們 有在教育宣導方面 我們要求各個學校 都要做 我們現在 在105年 已經做了 將近350場左右 那這些獎師 除了地監署的檢察官之外 也有更生人 就是他以前吸毒的 他現在來做現身的說法 然後也有一些 我們的教官 也有一些 這個 反讀的講師 所以說 其實在高雄市 我們是做得非常落實 在這個區塊 教育宣導這個區塊 其實我覺得宣導沒有用啦 你們真的要有積極的作為喔 因為我覺得 真的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重 而且 年齡層是下降的 這個才是可怕 就從國中高中 現在甚至小學生 他都知道哪裡有毒品 哪裡可以買 你知道小學生 有10%的人 他知道說 這個毒品要去哪裡拿 這樣有恐怖嗎 像我們 我們就不知道說 欸 這在學校裡面是要退卦 可是10%的小孩 他們竟然知道耶 竟然知道哪裡可以買得到 而且 而且有23%的小孩 他們也想嘗試 他也想要去試試看 因為有聽這個同學在講 吃了這個會怎樣怎樣 所以小孩就好奇啊 所以就很好奇想要去嘗試這個 所以代表這個非常非常嚴重喔 那我希望科長喔 在學校裡面要有積極的作為 譬如說要求 第一個我覺得要要求 校長老師 都要知道 毒品是長怎麼樣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這些包裝好的 這些他都要去了解 然後一般來說 老師應該知道 哪一個學生 是有在拉K的 還有 再來就是 你一定要有校園的警察 在巡邏檢查 因為這些小孩 他會躲在 校園裡的某個角落 或者是廁所裡面 因為據調查 你如果問這些學生 你說 你拉K 通常你會在哪裡 來 科長 你知道在哪裡嗎 一般在學校裡面 是比較不容易拉K 他一般都在外面 譬如說在KTV 在網咖裡面 還是一些不正當的場所 大概會受到影響 可是這些小孩 他們說 是校園 所以我覺得校園警察 非常重要 一定要巡迴的 譬如說下課的時間 廁所 校園的比較陰暗的角落 應該去查詢 再來 第二個才是網咖 所以這些都是小孩 會拉K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你們 要有積極的作為 這個真的很嚴重 我再一次強調 校園 毒品真的很嚴重 而且年齡層是在下降的 再來我們知道 教育部推了一個 紫錐花運動 來 編列了2015年 編列了7000多萬 2016年也編了8000多萬 請問高雄市 這個經費你們爭取到多少 我們自己編列的 大概有150萬左右 就是有關尿塞的 黃製毒品 你們才編100多萬 就是尿塞的 尿塞的部分 好你們之前有 就是全面性的去做尿液的篩檢 後來是被家長反對嘛 對不對 不可以全面性的去做尿塞檢 所以是只針對特定人員 高雄市大概 所以現在是 特定人員 特定的 大概各個學校 大概我們統計的資料 大概有900人 那是每年嗎 還是 這個數據會上下會變動 大概我們目前統計 大概有各個學校 大概900個人是特定人 特定的學生 特定900個人在做篩檢 對 那你是多久篩檢一次 我們對於這個有定期跟不定期的 譬如長期放假之後 我們會做一個定期篩檢 那不定期的就是隨時 發現有問題 隨時就會做 據我了解 你們是開學的時候在做篩檢 開學以後 對 開學以後 就是那一次而已 是不是 後來就沒有 兩次定期 會四月跟十月 一般是四月跟十月 就開學之後的那一次 對 所以是一個學年是兩次 那是定期 那是定期的 那還要不定期 隨機的 隨機的要篩檢 那這個金會你們爭取到了嗎 所以我們盡量會向部裡爭取 是有 所以你們沒有爭取教育部的這筆金會 你們只有自編了 自己編了一百多萬 是不是 自己編一百多萬 也有向部裡爭取 有 捐了多少 爭了多少錢 這個可能我會後查一下 所以沒有嘛 你們沒有爭取這一筆嘛 通常我們都說 夠有勃的錢 中央的錢我們先拿來做 做不夠的 我們比較高的 比較邊預算去做 那因為2015 2016 都有這筆錢 我看起來 你們是沒有爭取到這筆錢 我希望說 你們要從中央去拿錢來做 校園毒品真的很嚴重 希望你們中央的錢 跟地方的錢 一起來加強努力好不好 好謝謝 那最後我想呢 我希望說 其實我們知道 學校的老師 很多人會說 學校評鑑這麼多啦 一天到晚都在做評鑑 所以呢 他們變成說 一個相片 他們可以貼很多個地方 所以我上個會期 其實我就講了 可不可以讓學校的評鑑 少一點 讓他們可以利用這樣的時間 去輔導學生 我一直在強調 輔導教育 比正常的教育來得重要 那我一直希望說 欸 減少這些老師 還有校長 這些評鑑的時間 讓他們可以督導 學生的毒品 來 局長我想請問一下 可不可以做得到 讓學校的評鑑少一點 讓他們多一點時間 在學生身上 我很感謝黃議員 今天對這個學校的毒品 可能泛濫的狀態 提出這個質詢 這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小英總統 陳俊市長 其實你要請全國之力 來防治毒品 所以在學校這一款呢 反而是一個最重要的階段 就是教育階段 所以剛才我們的韓主任提到 學校要做三級防禦 第一級其實就是在教育 讓他認識毒品 那開學後三個禮拜就會進行 那毒品又是五花八門的 這個具有引誘性 那小朋友如果基於好奇心 他去嘗試了 可能會走上一個很可悲的險惡的之路 所以要他起早認知 所以每一次的這個宣傳教育的時候 都會找到我們的 像是檢察官要出來 少年隊要出來 更生人要出來 教官要出來 然後五花八門的毒品讓他們能夠認識 認識以後的對象 不只是學生 老師 家長都要認識 知道這個是碰不得的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部分 做得滿徹底的 所以議員提到說 這個有沒有自己的經費做這件事 主體在做這個防治的這個教育 還有就是各種的那個教師的研習 那整體的聯合來講 我們必須要跟警察局 衛生局聯合 所以我們在源頭的這個部分 透過學校的這個管道 或者教官的通報 以去年來講 我們大概通報了三十屆 今年一到十月通報了十七屆 這個就是給他去那個偵查的線索 所以因為通報 而得到破案的比例慢高了 一定要禁止這個源頭 因為毒品行業是一個暴力的行業 所以他們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所以回到源頭 一定是跟家庭有關 家庭的關切不夠 小朋友其實很容易迷思 或者放學後遊浪在網咖等等的場所 特別是容易受到引誘 所以我們跟這個少年隊 不定期的都要進群 進去這些網咖或者等等去巡視 找尋說可能留在那裡的學生 所以學生因為有這種可能性的 就會進到尿液篩選 然後尿液篩選確定他已經有服毒 服這個毒品的這個習慣 就要第三階段是輔導 教育局處理的是這三個階段 但是你剛剛提到 老師是不是能夠多做一些呢 這一年來在行政減量上幾乎已經到了 除了法定規定以外的評鑑房市都把它簡化了 那真正的簡化是從明年一月開始 教育部說他歸零從新開始 大家午前 大家好 我有幾個議題 教育局局長 那天我有看到 媒體也有 報紙也有 在報一間學校新生剛才一個學生的 剛才一個學生的學校也扮演一個心理建設 怕孩子不習慣做一個心理建設 我也聽他們老師跟孩子說 不要一下 老師這是你的同學 所以我感覺 孩子只有不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我想我請教我們國小教育科 劉科長 安靜高雄區 隆重 新生入學一例有幾間 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 現在目前新生只有一位的 我們105學年度是沒有 兩位 應該有 我知道哪一間 兩位有 我聽就好了 是 請這個 首先 這對孩子 我請這個我請重提再提再提 提了好幾次 對孩子的教育也好 對孩子的領工他的負動能力也好 首先真的都不好 我聽說 我聽說 以前我們大家想一般五六十個 也是這樣過了 生命也好 來求大家玩家也好 就是這樣成長 現在孩子在家 先找一個人而已 外國沒有家賓 去好好做一個 你要想 你讓這個孩子 他的成長過程 所以說這個 那以後我們還要避開 所以繼續避開 那不是好處 我是說請到 安安局長 你有什麼計畫 什麼感想 局長請回答 主席謝謝 林議員關心這個議題 我記得上會期 我們就已經討論過了 那一百零五全年度 看起來國小 一年級新生低於十人的學校 一共有四十九個學校 然後總人數低於四十個人的 有十個學校 其實很清楚的 高雄市小班小校的學生 佔了很多 那對於這些學生 我們到底給他 什麼樣適當的教育方法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 十個人以下的學校呢 基本上希望用混零教學 就像我們一般家庭成長 也是有兄弟姐妹的 年齡不同的小孩其實在一起 學習成長的 所以混零教學是一個方式 但是林議員提到的 如果真的少到剩下一位兩位 然後整個學校的人數 甚至低於十人的學校 或者低於二三十人 這個我們要有新的方案 但是這個方案 一定要得到家長跟社區的支持 是怎麼樣讓這些學生 能夠整合到一個中心學校去上課 對他們的學習更有幫助 局長請問一下 首先我去資本家 我都替你們的選團 我都把理長說 說首先 六月麥祖書 各自己見 要替孩子去想 說真的 要替孩子去想 孩子連複動能力都沒有 一定剛成長的 你們大人是說我財方便 什麼都方便 我也要解釋 如果我們廢校集中在一起 配套做得好 我之前說 我有兩間廢校的 大一間 七三 六九一間 但是這有一點 這每天都熬熬 怎麼說呢 我們的配套做得很好 孩子們才好 不用家長知道了 因為我們鎮腳 大家都做得懂的 我要學步四點 走得快的 車子騎得很快 要來載孫子 要來載孫子 不用 他可以做到七點 我們台灣人很久 熱人的時候 天七點還沒熱 還沒暗 所以他可以安心 做到七點 在時 他五點去 他也要在那裡 再掛東西 說七點要載孫子 也不用 他可以做到十點 所以說 種種的配套做得好 我問家庭 大家都說好 但是為什麼 政府當年都不腳 都不把他打出去 我比較緊 他也不聽說 我們交易局 有去跟學校 跟里長 跟家長溝通 完全沒有 真的是沒有 我沒有 民意代表 我要負責金 我也說 因為孩子 兩天他們的互動 真的很差 所以我一開始 看到那個網路 看到那個報紙 他說孩子 單一個學生 好好打 哪有排到整個心理建設 我那都沒有 什麼心理建設 終究也是他 老叔都要不要緊 不要緊 我自己的同學 當著同學 老叔變同學一樣 就是什麼 所以說 這兩天怎麼打出去 既然 我們以前 那幾天五十個以後 要怎麼去處理 要怎麼處理 終究 一定要先打槌 你如果沒有打槌 都在那裡 子善談兵 甚至說 那個 都假的 我的基點 我們總理委員 總理委員也在說 一直學校 學校 小孩 要打一個拿球 要三對三 就當年了 不可能 阿爸沒有 找不到人 說就 人家要照顧 人家要做民意代表 沒有就有潛力嘛 所以我們在這裡 我們要拜託 安安安教育局 應該 應該打槌 要打槌 不用每當 都談政策而已 我都說就說的 回答就是這樣 我想是 應該要出去檢討 為什麼 檢討 拿幾千拿幾千 給他們時間 甚至於我們人家也這樣 當兵 再來三兵 再去南兵 那很多 那都不好 那有的主任 為了要補他的 就不會用吊灶的頭 就在西面 那載 載到有的學校 跟學校 校長 大家肯定就不好 因為這間學校說 我小孩在家 你再往往往往 扶到 大家主任 大家校長 大家肯定 大家肯定都不好 但是 安教教室的主管機關 應該怎麼做 要勇敢地做 拜託一下那個學長 把這個做得好 應該要怎麼就怎麼 最好配套 一定要做得好 我想是配套做得好 家長 李長他不會去反對 李長已經不會去反對 我這麼對 所以說 再來 還有一個 我肯定 我要憲安 原民居安醫師坦大 躺起這個問題 快要風灘來 納馬西亞 桃園 茂林 就是庭班林課 我六幾個月 那個桃園 我覺得小孩 可能上班沒有一個禮拜 所以說 我請考慮這個問題 但是我把醫師坦大 議員抵起這個問題 他說怕小孩 發肚子 就是我跟議員說的 怕毒品的問題 我請一個想法 祭坦看看 桃園區 那個小孩 總格格的 五六幾號 總格格的 可能沒有一把 如果可以集中在 寶萊國小 還是寶萊國中 說真的 我請想 十一住行 都給他們 給他們大 給他們吃 給他們簽 給他們帶來 不要給他們帶回來 要不要給他們帶回來 十一住行 都給他們包好 暗時 又拜託老師 一個加強的輔導 我相信 原鄉 學生的 教育權 應該要給他們尊重 沒有一個 風來的 紅色警察區 就全部說 要停課 那這國的風胎 來可能想不到一禮 我覺得 這不是好事 我覺得 是不是可以試試看 因為一個區 小孩 高高的 沒有一百 如果集中 集中 在馬來 寶萊國中 還是寶萊國小 讓他們 因為現在 寶萊國中 有閒置空間 讓他們 這麼大 十一之前 我相信 集中管理 所以他們的文化 讓大家互通 那是一個很好 因為這個問題 我和原鄉的議員 做一個溝通 他是怕 怕說 小孩 來在外面 沒有人管 毒品的問題 這毒品的問題 是我們管理的問題 不可以不一定 設定 小孩 怎麼樣 那不是 就是我們自己管理 一定會有缺失 小孩 真的會 減到路 所以說 一個集中管理 好好的去教育 我相信 對原鄉小孩 他的教育權 是一個保障 沒有 小孩 聽過 小孩 反應到 結果 打到國中 去廟室 打到台北 我真的 打到台北 去廟室 有 我上 升級 那堆 我紀三 在 不要說就是經 不要說就是經 在台北 教育 他說去廟室 真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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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把它當 他說 那個 高台 不能當 不能當 大學不能當 剛才 那邊 改成了一個安紀元 改成了 我家裡 說 對啊 我們親一個 那也一個 不要議 大家要不要這樣 如果這樣 這樣 就產生這種情形 如果大家集中 給他們 給他們 教育權 我相信 讓他們 要發生這種情形 所以說 是說 拜託局長 是不是說 跟那個園區的議員 大家溝通 看看是不是 可以不可以 是怎樣 答應一下好不好 首先要謝謝 我們林議員 對這個問題 這樣關心 通常我們聽到的 都是反對整病的意見 但是林議員 是為了學生的學習 真的能夠學得好 是覺得 應該考慮去整病 而且你的 你跟他溝通的 就是 立場也贊成 家長也贊成 那這些區域 可以的話 我們就會形成一個小組 去跟著 真的跟地方溝通 形成好的配套 其實國小科 大概已經做過分析了 只是還沒有啟動 可是上次 上會期 有跟林議員在溝通過 如果真的林議員 替我們做了這麼多溝通以後 大家是願意的 那就表示 時機條件都很成熟 那教育局 正式跟他們來討論 好不好 好 不是啦 你們處理 不要說生計 第一 說生計 是人家一定會提到 第一 孩子的 受教問題 他的能力問題 這是能夠影響到 他未來 監督的問題 我相信 家長一定不會自立反對 立場也不會自立反對 我想 如果一個集中管理 勉強 停班林科 他們的塑膠 都生死了 可以不可以考慮一下 現在來我們體健處 我要向體健處拜託 因為那天 我有人認真很多 但我相信 合併到現在 我跟他體健處 要不要去我們旗山 對 我感覺 還沒 裏外腦袋 還是有一個空 那天就是 有人去我學校 認真 因為感謝 你們把我們的旗山 帶給我們 整理得很漂亮 真的整理得很漂亮 但是 就是空空當當 就是 齋西亞 我們那些戰備 大家在那 都在那 都在那 睡了 睡到頭上 晚上也是在那 睡操場睡到頭上 他說 人家起來 起來通通 有這種設備 我們為什麼沒有 齁 起來 他們運動之後 他們可以做一個拉筋的 做一個拉筋的 做一個軟身 一個運動 但是 我們其他體健處 就是一個空當當的 有一個操場 那天把你們建議 你們昨天有去 第一個就是 醫生立場 去完 這沒辦法 這哪裡 我都想去 你知道嗎 我這空空當當 你什麼 什麼 全理由 不然你也希望 我克服一下 第一個就是 醫生立場 沒辦法 我們拜託 局長 我們處長 終究 已經合遍了 家裡的公公道 這個東西 增加 也需要 這個東西 有時候 他們在那裡 運動 在那裡 你終究也 給他一個拉筋的 給他做一個軟身的 那天 那天 你們的前秘書 說有啦 明明要做 說明明要做 對不對 說實際 如果我那天想起 可能還要弄 我說真的 不然派一個 座長來 以後你人議員 沒辦法 卡到哪兒 哎唷 一個小小的東西 你也稍微 讓我們村下 所在 那些展被 溫暖一下 讓他稍微 溫暖一下 我也說 古山公園 這看也沒有 你等一下你起 因為我沒辦法 你去看看 說真的啦 村下 村下 不要差那麼多 因為像 古山公園 我們在那裡 空機 落在那裡 空機就幫他們看 給養工處 的看 村下公園 我們高雄市政府 還有百錢 讓他們去比賽 村下公機 還有比賽 基盤比賽 在我們村下 在古山公園 那村下 那裡 那裡 原本幹部說你不能在這裡走去 還要五花燥 為什麼差這麼多 所以說在這裡拜託 一個體育場空空蕩蕩 空空蕩蕩蕩 是不是做歌 做歌給他們的戰略 因為人現在網路很方便 說大家都有看 他說議員我們人家不要差那麼多 拜託一下 那個處長 回答一下好不好 請處長回答 主席 還有謝謝我們這個議員 對我們這個齊山居民 對這個運動權的爭取 我想體育處的宗旨 就要服務我們高雄市 38區 278萬市民的一個 運動上的需求 所以你所提的這個 針對不同的族群 在這個齊山地區的運動需求 大概也跟議員報告基本數字 我們做的38區的行政的調查 齊山區有28處可以運動 但針對齊山體育場 有沒有更多的一個豐富的運動的設施 讓更齊山地區居民 有感覺那個地方確實很好的一個空間 這個部分我們在做一個比較嚴整的一個考慮 你都那些人 剛才一定要去旗山 旗山那個所在的爭議 電視到的不來 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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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問題 所以說旗山的夜間的兩千都沒有 不然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要請問一下文化局 那個 那些 這堆 請問一下 代理局長請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 這是那個 應該是我們設定的民俗的一個祭典吧 老老的祭典 老老的祭典 這就是那天安地修拿 安度的夜 再兩分鐘 這就是老老的夜祭 其實 他叫台武龍 他也是西拉雅族的 他也是西拉雅族的 叫台武龍 所以說那是原始 說老老老老老 台武龍怎麼來 台武龍 是 本來 高雄縣那時候 夜祭有三個地方 台武龍 館山 適合哪 他們是肯定是九月十五 他們都說農曆 九月十五 沒要收納在 先熱變醬 改在九月十五 還沒降 而且他們以前 他們比三更老 說真的 他們的文化 比收納還要早 其實他們的文化 真的說真的 他們的完蛋 他說外交我有去 他說議員 你們都去收納而已 我們這裡都不要插完 他說我那時候我就去 去到中島 我還沒在那 還沒在那吃麻糬 還沒在那吃麻糬 還沒在那講話 我現在又拚 又拚他收納 所以說 我是說要派到處長 因為林工 把台武都收我 給他支撐一下 剛才你們說 你們有說派人去啦 其實我問我的左力 因為我一天去收納 我派我的左力過 我的左力都說沒有 但是你說你們有一個 叫李須吉他去啦 是 那時候是一個 李須吉他那個 是不是 他是主管科的主管 對 我不知道 因為我問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說也沒有 說屬於琴鐵有給你們 和原住民的原民局 但原民局有派人去 是 我是說要派到安文化局 我怎麼給他注定一下 不要讓他們的鄉親說 你們整個市政務無論 再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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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答一下好不好 高雄市所登陸的三個民宿 就是祭典民宿 就是阿里關 小林業績 還有鼎老龍 三個 那他們的文化 在這個城市的發展裡面 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平埔方面的文化 那鼎老龍跟阿里關 其實之前我們在業務單位都有去訪釋過 只是今年就是我們主管 業務主管有過去 他一天跑了三場 小林他也有去 所以他那個鼎老龍的部分 他應該是中午的時候在那裡 中午在那裡 對 因為他需要記錄 每一年他們這樣的祭典 他是在記錄而已 我有問 我問什麼人牌 他還說我不是 我不是 你給他問 我說我是在記錄而已 因為通常都是社區協會主辦 你給他問 他以為我們一句話 我說我不是 我不是 我是在記錄而已 是 他是石博館 他在石博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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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對主管課來講 他每一年的祭典他都需要去 主辦單位他不是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應該是社區協會 有 他有去 是 是 好 接下来我们请下一位登记咨询的中胜有议员 主席今天教育部门所有列席的一二级单位主管 那么议会同仁 那么媒体朋友 以及我们大高雄地区所有的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 今天是教育部门咨询 那么本习有几点对消炎方面的问题 来提出建源 那么第一个呢 有关这个学校校园的这个安全维护 这个全民都非常的重视 尤其我们在去年 也连续学校发生了很多安全的问题 那么我们教育部门 在我们那个市议会也邀请了 这个有关警察局相关的单位 教育单位 那个社会级这些相关单位 研以如何来维护学校的这个安全 那么因为现在学校呢 有些大部分都是没有围墙 那么仅靠着这个保全 要维护整个学校的一个安全 的确有困难度 尤其从哪一个地方来 上课的时间人还比较多 那么教师以及学校的一个安全问题 那么下课以后 那么学校下课了以后呢 那么学校如何来防止被侵入破坏 这点如何做这个措施 请局长来做一个答复 局长请回答 主席 谢谢中也对这个校园安全的这个关注 提供去年以来就发生了几次校案事件以后 我们都做了全面排整 所以你也知道 每个学校先要检视 他自己的校园安全防护 有没有漏洞 如果有漏洞的部分就要补墙 包括志工能力 也包括监视器 应该放在哪些死角 同时我们跟警察局 合作这个互同专案 所以整体看来 校园的安全防护 刚刚议员特别关心到 如果是没有围墙的学校 怎么处理这类的问题呢 其实我们的整个学校来说 有传统围墙的学校 占50.46% 那另外不完全围墙 就部分围墙的 大概占了35.51% 那完全没有围墙的学校 只有十所 那他们就要用其他的方式 一个就是说 如果是完全无围墙的 这个校园规划 也是这十年来一直说 大概穿透性 所以社区都可以看得到 学校内发生的各种的事物 所以不容易让外界 有什么不良的人进入 所以这个也就是 学校的整体的防护 它是这么样做检视的 好 那个局长请先坐下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有关偏乡 偏乡现在少子化嘛 少子化的话 不行 少子化 那么现在很多偏乡的学校 学生越来越少 学生越来越少的时候呢 那么在我们整个高雄市 大高雄地区对偏远学校呢 那么面临的学生越来越少 部分也圈积到我们都市 那么学校又是少子化 面临越来越少 那么对这些学生 学校越来越少 剩下没有十几个 这些的话 那么我们教育部门 对未来未筹谋嘛 有没有做什么的规划 请局长答复 那个中原关心的部分 刚刚林副宝议员 也跟我们讨论了一下 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看起来 在105年学年度 总人数低于40个人的学校呢 其实就已经有这个 这么多学校 其实有46校 它其实有29校 都是在奇美相关的 9个区域内 其实这个少子化的 冲击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大家看到 这个新生入学人数 越来越少 所以教育部门的回应 就是我们先试图 为学生的学习来讲 用一些混零的教学的模式 那另外将来 为了学生的学习 最好的发展 是不是要考虑 能够让他们联合到 一个中心学校 只要得到地方的同意 家长啊 父母啊 家长 社区都能够同意这件事 做良好的沟通 那我相信我们 因为要回应 这个少子化的冲击 这样子的沟通 跟工作准备 就是要开始 大家来进行讨论 那有共识 那我就可以执行 但是有几个特别的例子 包括这个教育部 它也很关心 各个县市 对于小校的财病 你常常看到很多反弹 就没有沟通好 那另外有几个指标 都是这个区域 如果只有一间学校的话 因为交通 如果真的是很不方便 还有就是原住民地区的学校 还有到邻近的学校 交通有重大安全问题的话 就不会轻易的说 我们要去整病它 所以整病学校与否 还是蛮要慎重的 免得引起地方的反弹 或者是恐慌 但是如果家长们 经过充分的沟通 了解 是为了学生学习最好的需求 我相信这样沟通下去 是可以逐步整合到 更好的学习环境 好 请局长 暂时先做 这个我会提出这个议题 就是这个大部分 都会产生在 比较偏远的乡镇 才有这种情况 就以我山林来讲 从牧子国小并到山林国小 那么山林国小 现在又面临 又不知道并到哪里去 那个就是说我们 到地方上去的时候 很多的家长 一直来跟我们反应 那么今天是教育部门咨询 那么你们是教育专家 所以我提供这个 就是说我们要为与筹谋 当然任何学校 你像那个麦寮 还是哪一个地方 远领的这次的抗争的情况 一个安危 学校要欠校的问题 就产生了抗争的问题 那么我们就是 由于地方 将来会面临这种事情 那么希望我们高公室的教育局 先做好 这种的一个规划准备 所以才提出来 让学校能够做一个应应 那么接着下来 就是乡下少子化 那么都市来讲 很多乡下 因为就业的关系 很多的一个家长 在这个都市就业 那么就把小孩 带到这个都市来了 那么尤其这一次 就是刚上学 刚开学 这一次的那个高雄 是很多的幼稚园 真的都急破头了 很多想要去就学 都拜托这个学校没有 那个第二个第三顺位 也没有关系 那后来又经过抽签 种种的状况 那么这个趋势啊 当然是一定会延续下去嘛 那么对这次 很多这个家长都希望 可以符合规定 能够就到这个公立 就学那个幼稚园的 就学统啊 这一届来讲 就面临了抽签了 种种的状况的问题 那至于未来 就是换句话说 就下学期 下个年度就对了啦 那么教育局该之后如何的来 对这种事情要如何的安排 好 谢谢议员 提了这个问题 实在是今年的上半年 我们为这个问题 其实讨论了很多 确实是家长他抽签抽不到 因为公共公佑的 提供的名额不够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参考了六都的做法 那我们明年度 就是106学年度 去改变做法 这家长只能够 折一个元登记 不要重复登记 他现在登记了很多 那我们还是不限学区 但是如果有兄弟姐妹呢 都是在三个人以上 要就学的话 还是让他们优先到同一个元 目前要用这个方法来解决 那学校人家需要去 这次人家申请了 大致哪一个学校啊 学生 就是家长希望就近啊 或是希望送到那个学校 那个学校来多开几 为下次的多开几班 不是就解决了这些问题吗 对 中原刚刚是讲 那个明年的方案 已经不一样 那另外我们要配合 这个小英总统的扩大 这个托育的这个政策 预备估计在四到五年之内 会设立非养力幼儿园 还有公佑的增加 用这两个途径 去增设大概要到318班 以解决各地方的这个公佑不足的问题 希望能够配合中央的政策 达到百分之四十二到五岁的幼童 能够进入公部门的提供的这些管道里头 因为这个就是政治一个新的政策 那这个政策相信是对于这些新手的父母 有敢生小孩 然后也有得到很好的照顾 会有很大的帮助 好 谢谢 谢谢局长 接着下来就是大家都知道 今年很可以 连续好几个台风都来侵入台湾地区 不管是中南北部 尤其台东地区 我们南部地区 不是只有淹水的问题 那么我现在关心的就是说 这个连续台风 那么很多的蔬果 蔬菜 水果这些都没有 那物价当然就是飞飙 當然是提高了 那教育局有沒有去調查 這些比較偏遠低級的 這個學生營養午餐 供給的這些狀況 是不是會因為沒東西 像我們一百的菜 整百塊的 因為你的營養補助 都有一定的金額 不足的地方 學生的營養有夠 有沒有問過學校 有的 因為學校基本都有營養師 然後我們他們都有 每天都要食材登陸 那今年以來就是 每一個國小 國中 高中的 營養午餐的費用也都調漲了 值得他們比較好搭配菜色 但是風災的時候 短期的影響 一定是影響這個夜菜類的供給 所以營養師他在開菜單的時候 一定要做調整 可能會以根莖類的來取代 所以整體的狀況 大概就是有一些調整 但度過這個時間 等恢復生產以後 大致就沒有問題了 這樣有去瞭解 有有有 每天食材都會登陸 因為台風那麼物價的波動 讓學生遭受到 因為現在都少紙化 大家都聽不懂 就他們每個月收到的 營養午餐費用做調配 那我們因為每天都要登陸食材 所以議員如果對這個議題 如此關心 去看食材登陸就知道 他這時候開出來的菜單是什麼 謝謝 教教教授先生 我來請教體育處長 處長 有關那個美能東美國小 因為你們是外包 因為我現在講這個 剛才我也聽林護保議員有講 其他的網球場這些 因為有很多 那麼因為你要外包出去 像東美國小 真正夏季的時候 那時候沒有發包出去 民眾要使用又不得使用 冬天的時候沒有需要的時候 那當然就是 因為 因為這個人要表的人 他也會生的成本 你如果說我表到之後 沒有人去那個時候 當然他表到他也是 對不對 冬天沒有人要去 冬天要去 冬天要去修容的時候 那時候就沒有發表水 有幾天我有請 那那時候副處長有跟我做一個回應 就是說那時候 那時候你們飆出去以後 當然這些有些設施 不是承包的人 可以去應付的 第一點 像我把水給我撤掉 那清清就沒問題 但是他那第二半都在跟我們搬起 這個 他當然不可能去跟你換這些設備 尤其我在講的 中式那個更衣室的問題 那門都壞了 這些我都有反應了 不知道有沒有去處理 副長請回答 副長 主席議員 針對這個議員所關心的這個 東門的游泳池 我們已經把他這個業者所提報 需要整修的部分呢 也已經匯整然後提交 我們在7月中旬的時候 就提交體育署 來爭取這一個補助的經費 已經有去處理了嗎 還在爭取中 還在爭取中 因為這個很重要 剛才說到很多學校 有的設施 什麼的 應該就能讓學生 能讓人使用 你這是外包 一般民眾都可以 我說的 現在我說的 包括學校的很多設施 有的 本來有很多都派他們 學校 你叫學校 他沒有辦法去那個 靠教育局 所以我願意 教教要重視 原來好的設施呢 要跟他恢復 而且也要注意他們 在實用的時候的安全性 是 這個 要那個 因為我這個 很早就跟處長講過了 有有有 這個事情還在一直爭執 明年 在明年的話 明年何時多 不知道當時會有 會定案就對了 這個 我希望重視 好不好 好 謝謝 像那個齊三 網球場這些 是不是屬於我們 提出在福島的 對 是 因為 他們那些人在拜託 因為 齊三有一個網球場 他們旁邊的時候 他們是說這樣拜託 不是說不得利 他們需要一個 遮疑棚啦 因為 你知道運動的人 都會流汗嘛 啊 你平平路後來的時候 他們的意思是說 沾到河的時候 沒對湯匪 很容易感冒嘛 身體受傷 所以 是不是來拜託 處長對這個 旗山的這個 那個網球場 他那邊那邊 那邊那邊都寫苦嘛 是不是找一個地方 來補助他們一點錢 應該是幾萬塊 或是十萬左右 這樣 十幾萬就有了 一個網 那個那個 就是可以遮疑就對了啦 這個 他們還不怕晒 那都 不重要 他們幫我反映 我也說 這個 角色有需要 因為你知道 打球都絕對流汗嘛 那你流汗的時候 你流汗的時候 落雨的時候 就落到雨了 這樣的時候 對身體都影響 這個容易感冒 影響非常大啦 那這個 是不是來 可以處理一下呢 齊三網球場的遮疑棚 這個來拜託處長好了啦 那不用很多錢 好 最後我們來了解一下 看怎麼規劃 讓球有更舒適的一個運動空間 好 謝謝 好 接著下去 尤其偏遠地區啊 齁 這個根本就沒有 也沒有企業家這些可以去供應啦 去支持啦 齁 這個齁 對學校作成 很大的負擔 那是不是 對平安的地區吃 那是不是 九個 我們來 體諒這些 比較偏遠地區的 這個學校 有關小型的工程啊 這些啦 設施啦 都學校要負擔百分之以上嘛 他們 沒有這個 也沒有企業間線啦 沒有那個時候 啊 學校 對不對 鄉下 鄉下比較偏遠的學校 對這點 我們教局來修課 這樣啦 這是第一點 第二呢 就是說 這個學校啊 這個 有關這個主任啊 還有這個校長這個栽培 實在的確不容易啦 像現在我們今年就在 就是在改革嘛 這個是包括公務人員啦 一般公務人員就是這個年金改革的方案啦 那其中一個年齡的問題啊 齁 因為很多人有聽說 因為很多校長喔 50歲就拿下來啦 齁 啊 的確是 政府栽培了 從主任啊 教師考上主任到校長 齁 那50歲就拿來 啊 這個是不是在 教育方針方面齁 希望教育黨要好好來思考一下 齁 齁 因為齁 因為 國家佩養那麼多那個 那個教育人才 九五十歲 少年就拿來齁 這個 這個問題有需要 在教育改革方案當中齁 齁 希望局長可以對這個方面 做一個思考 齁 這兩點就好 謝謝 來請 局長 請回答 那個中原剛剛提到兩個問題喔 一個小型學校 它要負擔自仇的比例喔 那這個部分 我們把學校 就是說以校務基金來的 剩餘來算的話 分成六個級 六級喔 那如果是沒有達到三十萬 是教育局百分之百補助 他如果有三十到五十萬的這個 累勝的話 我們就補助百分之九十 所以你提到百分之二十的分擔自仇 大致他的累勝在五十到一百萬喔 所以其實我們會看學校的狀態喔 如果這個學校 他其實自己還有很多需要發展的部分 也許我們這個原則 這是基本原則喔 原則他們如果有反應問題 那我們再著於調整這樣子 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是一個 很新的一個辦法 可以讓這個議員知道 因為很關心的 就是我們的校長跟老師提早退休 其實教育局很不希望看到 我們這麼優秀 長久培養出來的校長 在很年輕的時候 比如說五十五十一 甚至五十五專案 就想要這個退休喔 但以整體來看 這五年來說 我們退休校長的年齡 大致就是在五十七歲到五十八歲之間 那老師的退休年齡呢 是在五十二歲到五十三歲的年齡之間 其實正值壯年說真的 所以校長的退休 我們常常要考慮他很多 很多是因為他的家庭因素 身體的因素很不容易 常常要餵留他們 希望他們盡量能夠為學校 多奉獻幾年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林明傑議員質詢 謝謝主席 那我們教育部門的各位四位局長以及局處的一級主管 以及我們議會的同仁還有辛苦的媒體 還有高雄市民大家好大家平安 那我這邊想要先問局長 教育局長 在整個高雄市教育的生態 還有教育的藍圖裡面 有沒有將我們三個原鄉的這個區塊 納入我們整體的規劃 謝謝林議員的提問 各位林議員其實知道 我們對原鄉的教育是非常非常的重視的 然後也跟原明會合作 所以當然是會納入整體的關注裡頭 好 謝謝請坐 我特別請我們的局長 教育局局長 確認說明這個部分 因為其實我知道我們局長 范局長 對我們原鄉 整個教育的規劃 跟推動的這個方向是非常重視 但是有些事情 我必須在這裡再做一個回應 因為我們在高雄市 高雄市來講教育算是也是很辛苦的一個工作 因為它必須涵蓋原鄉 還有便宜地區 還有都會區 還有都會區裡面的原住民 再加上最近的新住民 所以在這個方向多元的這個教育裡面 可能是讓我們的教育局 有更多的這個必須思考 必須針對這個方向去做 但是我這邊要提到的就是 我們高雄市 絕對不同於其他的五都 因為像台北台南他們沒有原鄉 新北桃園跟台中只有一個原鄉 那我們高雄市 涵蓋了三個原住民地區 所以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我們絕對不同於其他都會區 就是不同於幾個 剛才提到的五個都 我這邊想要請我們教育局 不管是局長甚至於主管 甚至於所有的協助推動我們整個教育的這個高雄市 教育局的所有的同仁 要辛苦一下 為我們原住民跟新住民做更多的思考 探討要怎麼樣針對我們這一些 在大渡會裡面的少數 少數的職地來做這樣的一個教育 那我們高雄剛剛提到不同 不同於其他的這個市政 我們高雄有三個園區 但是在原住民的部分 我們三個園區 三個原住民地區 有布農族 有盧凱族 又有最近也是我們全世界 僅存的兩個族 一個是卡拉卡拉布 一個是我們的拉拉 那我這邊可能要請我們的教育 教育局 是不是在這個規劃的當中 要特別重視這兩個族群 因為這兩個族群只有我們高雄市才有 而且我們高雄市這兩個族群 我蠻怕是說 因為在教育或者是社區 甚至於家庭三方面的語言溝通上被同化而消失 所以我必須非常謹慎 也非常慎重的跟我們的教育局局長 以及所有教育的同仁 教育局裡面的同仁 真的要重視 那我這邊可能就是非常重視這兩個族群 因為這兩個族群如果再不重視的話 可能就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就我們納馬西亞來講 因為在學校 雖然教育局有在推動母語教學 但是因為我們納馬西亞幾乎都是布農族 只有學生來學習母語 但是父母親不懂也不會講這個母語的話 小孩子在學校學一段的母語 一會兒就是講布農族語 要不然就是講國語 所以在學校所學的可能就是 等於就是 可能就忘記了 所以我這邊要提的就是說 是不是我們教育局規劃在母語教學的部分 也融入這個家長 哪怕是在孩子跟家長在上課的對話 對話教育教學裡面 也都可以做參考 那因為我們目前納馬西亞 尤其是我們原鄉 真的有些狀況 真的要我們教育局非常的謹慎 那這個是針對我們原住民的部分 那在我們教育局 在教育藍圖的部分 我可能要提的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受教的學生跟教師的問題 因為剛才提到受教的學生 不管是母語或正常的一些課程 可能因為環境 或者是因為社區 社區的這個生活 甚至於家庭的教育 這樣的一個結合 讓我們學生 讓我們的學生在教育上會落後很多 因為算一算我們學生 我們原鄉的學生 沒有辦法接觸到更多 更多元的一個環境 所以這個部分 是不是我們在教學 這個受教的學生的部分 是不是我們教育局 也給我們更多的提示 讓我們的學生不但在學習當中 能夠有更好的 而且是更恰當的這個環境 那教師的部分 因為原鄉說實在 很多人都不願意 不願意離鄉背井 跑到原鄉來做這樣的一個教育 但是也感謝我們教育局 尤其我們高雄市政府 也經常重視我們整個 那馬下原鄉 甚至於桃園茂嶺的這個教育 有很多老師 到了這個 到了這個 原鄉 原鄉的這個 當任老師 我們那馬下是還好啦 國中有宿舍 民前國小有頂級的宿舍 民生國小不知道也沒有宿舍 這邊問一下 我們國小教育科 科長請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民生國小現在有宿舍 也有宿舍嗎 是 謝謝 請坐 我是在座 有時候在整個那馬下整體 不管是行政或教育 或者警戒 或者是衛生的部分 我會做這樣的一個了解 謝謝我們的 劉科長 民生 因為我要提到這個部分 就是因為我們那馬下區公所 我是提外話了 那馬下區公所沒有宿舍 所以很多外來的員工非常的辛苦 不但要找住宿 還要付這些住宿費 水電費都要自己付 所以在自己的業務 或者是在自己的工作上 增加了非常嚴重的一個負擔 那感謝我們教育局 在我們那馬下 三個學校都有提供 讓教師 有安心 來住宿的這個位置 那我剛才提到就是母語的人 母語的課程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卡卡拉夫 在那馬下 也是謹存的部分 謹存的一個族群 但是我們卡卡拉夫 在整個教育裡面 雖然部落很多的協會 很多的勤勞 都願意付出更多的時間 來讓我們的 卡卡拉夫的小孩子 學習這樣的一個語言來傳承 甚至於整個文化 或者是所有 卡卡拉夫的這個 這個傳承都有這樣的一個努力 但是我剛才提到就是說 可能在教育的部分 可能要結合我們的學校跟家庭 教育的部分要結合社區跟我們的家庭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要請我們的范局長 再用心再努力再關心 那我們現在 剛才我提到的就是說 在部落 在部落的這個母語教學 看能不能就是 父母跟兒子共學 共學式的 看能不能評估做共學式 才能做延續 更長久的這個 傳承 那第三個部分 我可能要請我們的教育局 做個回 做個回應 因為我們高雄市政府推動 援助民族實驗學校的這個部分 好像在 105年3月24 4月7號6月1號 三次的這一個座談 甚至於在討論的時候 好像沒有 不知道有沒有讓我們一眼知道 雖然我們沒有在 我以前是在國中 在國中的事務組組長 但是沒有做實際的教學 雖然我們沒有在教育界這個領域 做老師或者是來感受教育的這個問題 但是 畢竟我們是地方 可能看見更多的人 可能看見更多地方事務的人 所以 剛才我提到三次的會議 如果說沒有邀請我們議員 或者地方一些起勞 甚至於我們地方官員的話 可能 所得到的 所學習到的 所分享到的 只有教育的部分 沒有辦法結合到我們的社區跟地方 這個部分 是不是等一下我們 教育局相關的這個單位 做個回應 那最後一點 我這邊可能要提到附帶的 就是民權國小 當初八八水災發生的時候 我是蠻堅持 這個學校絕對不能蓋在這個地方 現在發生了問題 問題就比較 也不是說很嚴重 但是也是一個隱憂 因為民權國小到社區 往返要八公里 這個八公里可能在都市幾分鐘就可以 但是在我們這個路段 它是彎的 它是完全都是彎路 而且路又很窄 每天上下學必須有家長接送 這個接送的這個金洞 讓家長真的有時候沒有辦法做自己的工作 早上七點要送學生 下午四點 又要準備說 從農地又要趕回來要接學生 這個是一種很辛苦的工作 那我這邊可能請我們教育局評估看看 這個學生接送的這個狀況 能不能如果可行性的話 是比對一下 家長接送跟由我們公部門來提供專車 做這樣的接送會不會比較好 評估啦 並不是要我們教育局做這樣馬上決定 就是說評估 因為家長這個家長 家長因為我們那麼下幾乎都是做農 如果說這樣早晚接送 會耽誤到我們務農的這個時間 所以這個是針對教育局的部分 那等一下可以的話做個回應 那我這邊可能也要對文化局了 我也要問一下 我們文化局在推動整個高雄市的文化 有沒有涵蓋我們三個原鄉 局長可以做個回應嗎 局長請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三個原鄉的部分 我們目前這三個原鄉 文化資產的部分是比較少 被指定登陸比較少 然後其他的文化活動 在三個原鄉是有 因為我們才剛指定一個祭典 是在那個La Loire的順配祭 我們剛指定的這個成為本市的民俗文化活動 好 謝謝請坐 我這邊為什麼要提到文化 因為我在每一次的會議 有時候我會想到文化 我就想到說為什麼 獨缺我們原住民的這個元素在裡面 因為剛才提到嘛 高雄市是比較特殊的一個地方 但有三個原鄉 而且有特殊的族群在裡面 我不一定要讓我們的文化推動 放在我們的原鄉 但是也要重視原鄉 如果說可以在大度會規劃一個區域 讓我們十六個族群的文化 納在一個框框裡面 就納在你們整個大高雄文化推動的區域裡面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們高雄市好像沒有我們文化園區 原住民文化園區 很可惜我們有十六個族群 完整的一個族群在裡面 但是沒有辦法將我們這個族群 納到我們大高雄的這個整體的規劃裡面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我們文化局 還有我們文化局裡面 所有的集出式的這個相關人員 多聽多看多往原鄉去跑一跑 多接觸都市的原住民 你就會知道該與不該做一個文化園區 再兩分鐘 是不是請我們的教育局局長回應一下 我剛才想要了解的問題 真的非常謝謝林議員 我們長久在推動原住民的教育 或者民族教育都是在一起努力的 特別重視的就是原住民的文化跟母語 傳承 所以我們在原住民民族教育這部分 一定是要跟原民會 還有跟我們的議員 跟在地的企業 共同來合作才有辦法達成 那議員關心的點很多 其實我們目前原住民是母語來講 國小必選 那我們有153個國小開的原住民語 大概佔了63% 國中有48個學校開課 佔了48% 那國中是選休的 那主要的問題就是族語的很多類 譬如說我們是全台灣 擁有最多原住民族的16個族群的一個都 但是它的私資的部分 有時候你在部落裡頭或者到三下 它不是那麼容易調配的 所以有時候還要用到其他縣市的資源 那目前中央原民會跟我們正在討論 怎麼來做一種視訊的教學 就是私資如果不夠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視訊來增強這個部分 那有關於原住民私資的部分呢 現在也都在增強之中 包括今年來說 我們有增選20個原住民級的教師 那通過了17個 用了17個 其實非常大量的增加 那在這個原民的地區呢 大概有73個原住民級老師 非原民的學校呢 也有73個原住民老師 所以整體我們有163位原住民的老師 其實我們還邀請他們來開會 討論原住民的教育或母語傳承 會遇到了哪些問題 那盡量來給予協助 那議員關心到我們的實驗教育 其實實驗教育 目前已經通過的是民族大愛 那民族大愛的民族實驗教育 是非常特殊的 因為它是一個多族群 多族群的一個學校 那怎麼樣能夠讓各族群 有自己的文化的傳承以外呢 又有他族群的多元文化的學習 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認為這個例子在全世界也少有的 那另外就是張商國小跟多納國小 試辦計劃呢 我們很快就要進入審查了 那議員提到我們的教育審議委員會 跟原民會的審議委員會開會的時候 其實我們下次應該邀請幾位原住民議員 一同共同來參與 以上 謝謝 好 今天我們早上的議程 我們進行了一個半多小時 那我們現在先休息十分鐘 讓大家活動 謝謝 好的 是的 所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